各位幫球迷 早安晚安晚安 我是阿渡 在前年的球員異動中 我們可以看到中信兄弟的陳柏豪 是在球員異動的名單內 也就是臨迴柱把下方二軍調整 並有意願拉上長期有傷透困擾的黃恩寺 目前黃恩寺則是在異軍的隨隊名單中 今年中信兄弟非常缺牛棚投手 陳柏豪就算今年在牛棚的表現 還算是少數可圈可點的球員 而且今年速球紅字連發 控球也比以前來的好了 不過還是被降到二軍去 陳柏豪在2018到2023年 是中信兄弟非常注重的超新星 在2018年還被失蹤點名 扛下終結者的植物 只是他的心臟 不像在腹棒悍將的曾俊悅一樣大顆 雖然一樣是訴求派的選手 但是陳柏豪的危機處理能力也比較差一些 常常會把能夠奪勝的比賽搞得很緊張 他也在李正常接任救援投手後就退下來 不過陳柏豪在兄弟的期間 防禦率和美局被上壘率年年都在下修 到了2020年更成為中信兄弟的常駐牛棚人選之一 再來一個 這個又比前一球再偏外側 今年度吳傑瑞在代打的情況之下 三個打數當中也有一隻的安打 喔!最後看著好球 結果吳傑瑞沒有出放 只可惜他在2021年的熱身賽投的亂七八糟 在他的第二場出賽 防衛率就破表 面對五個打戲 一個打著都沒有解決掉 包括三次四壞球和被打兩隻安打 狂失掉三分的分數 不過賽後他在自己的社群網站上也爆出傷勢 經過球團的證實後 確定是手肘韌帶撕裂 這個傷奪取了他在去年爭奪開季名單的機會 在下半年回歸後從二軍出發 也在二軍的總冠軍賽最後一戰中 擔任超強的常中繼 中繼三連一局只被敲一隻安打 再搭配一個升龍拳 幫中信兄弟拿下二軍的總冠軍 今年春訓陳柏奧的球速也找回來 動輒147公里以上的速球連標 而且在和打著的對決上也變得更勇敢 不再像以前一樣躲躲閃閃的 熱身賽也有兩場出賽 投了兩局失掉一分的分數 今年開界的名單中 陳柏奧就擠進了其中之一 他在今年第一次出賽 對上樂天主投一局 送出一次四外球沒有失掉任何分數 第二場也在平手的局面下 被任命擔任常中繼 不過很可惜的在最後一局的時候 體能崩盤 也吞下救援失敗 今年到現在 林維柱不太敢派他上場 技術在黑刀兩名球員不穩的情形下 總教練還是選擇讓他們繼續上場 用以賽帶去屏洞的方式 讓他們在一軍透過比賽做調整 這也就讓陳柏豪遲遲等不到上場的機會 雖然在剛開季的時候 柱總非常敢用陳柏豪 但是自從他在4月15一場對上富邦的比賽上 因為被蔣志賢打全力打 導致在終界的1.1局裡面失掉兩分後 下一場比賽就是兩個星期後了 但是他之後連續5場出賽投了5局 都沒有任何失分的紀錄 而且還標出3次3陣的成績 就在他狀況正好時 3天前的比賽他在1出局 被翹一隻安打後就開始歪掉 取得兩好球後 卻突然投一個完美的泡物線 之後就是連續的壞球連發 下個打席更沒有投出半個好球 讓打者拿槍也可以上壘 林維柱看到這個投球表現之後 就直接把他下放二軍 同時表示原因就是因為他的控球不太妙 加上他的危機處理能力也不太行 需要下二軍好好調整一下 聽到這段話其實我們還蠻疑惑的 陳柏豪的防衛率其實遠遠低於小黑 而且幾場比賽下來狀況也比小黑好 甚至還跟李正昌的狀況有得比 但是小黑在1軍投了一個半月 有11場出賽9.2局的機會 而陳柏豪的話則是在1軍2個月的 卻只有在1軍出賽10場10.1局的投球機會 攤開陳柏豪的數據 雖然陳柏豪的B9值真的蠻慘烈的 不過他這季送出的5次四壞球 有兩次集中在同一場比賽 另外三次則是集中在開季的前三場比賽 之後就是連續5局沒有投出寶送 他的K9也是有6.24 而且防禦率和WHIP只是3.48和0.97 如果說他只是因為一場比賽就斷定他整季的表現 也算是言之過早 不過我也不是否定威助總教練的決策啦 因為總教練和球團說不定看到更多不同的地方 但是陳柏豪控球不太行也算是真的 他在2020年的總冠軍賽G6那場出賽 在現場我看到差點哭出來 不過陳柏豪我認為他今年是真的有在進化啦 如果能像小黑一樣獲得更多的出賽機會 加上更勇敢又更沉得住氣的話 說不定也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成果 大家怎麼看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喔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追蹤我的IG跟大力按下訂閱 我是阿杜 我們下次見 掰掰